屏東有網友日前打算出售自己位在潮州的房子 並以低於市價約200萬的價格 PO到了賣房網上 結果引來了一堆房仲 說可以幫忙賣出更高的價格 甚至還有房仲盜圖販賣 讓屋主欺詐了 連動四樓公寓上頭高掛出售的廣告牌 原來屋主打算自售 現在卻傳出遇上無良房仲 臉書上屋主娓娓道來 原來他要賣房子 因為不想透過仲介 打算以低於市價約200萬元上網自售 結果引來一堆仲介 說可以幫忙賣更高價格 甚至有房仲盜圖販賣 就算屋主打電話抗議 對方竟然還說已經賣掉了 這也讓屋主欺詐了 屋主抱怨文引來網友留言 有人說房仲真的很扯 也有人表示可以去地震檢舉 眼看無良房仲最後刪文 屋主這才不追究 印發爭議的賣屋地點就位在屏東潮州四圍路 這棟公寓擁有31.2地平 格局方正室內空間大 加上位於熱鬧地段又緊鄰學區 房價也水漲船高 而屋主會以低於市價打算以1180萬元自售 似乎就想省去仲介費 他可以省掉一筆仲介費 很高啊 這個我也不確定啊 民眾如未經同意 擅自以重製的方法 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 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併科新台幣75萬元以下罰金 無良房仲的不良行為引發民怨 儘管爭議平息 但也讓民眾更加了解 買賣房屋要注意的細節 記得蘇水片報導